不能選擇是,你要按否 如果你選擇是的話,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之前寫的VBA就會全部刪除了 記得一定要選擇否 不知道剛剛是否同學已經選了 因為不知道按是還是否 大部分都是選是,如果你選是的話 那很抱歉,你剛剛寫的VBA程式就全部不見了 為什麼?因為它一個格式XLSXS是沒有辦法儲存VBA的 你一定要選否 那否之後,存檔類型一定要選擇 就是啟用聚集的活躍簿第二個選項 如果你沒有選這個選項的話 那你即便有寫的VBA也會全部消失 就是你點任何的按鈕也都不會有任何作用 那這個主要是因為之前有很多的聚集病毒 它擔心會有聚集病毒氾濫的問題 所以它會把這兩個分開來 也就是如果完全安全的話是沒有聚集的 但是如果你存成這個格式的話 把它儲存之後 它的檔案格式 它的副檔名就不一樣了 那個聚集沒聚集,反正一律都是會有聚集的 那這個大概就是版本上的差別,可能要注意一下按儲存 那儲存之後你可以把它關起來啦,所以下一次呢 你如果要開啟它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有一個地方你一定要注意喔,如果你把它關起來之後 那它的那個聚集的名稱也不一樣,圖示也不一樣 你會發現呢,這個是我們原來的格式,它這個沒有驚嘆號 我們存好的話一定會有驚嘆號 驚嘆號的話表示是那個有聚集的 那這個沒有有沒有,沒有的話呢 就表示沒有VBA,那沒有VBA 你如果之前存錯檔就沒有VBA,意思就是你可能要重寫了 沒辦法,所以我剛剛特別為這個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你這個動作如果做錯的話 你即便寫了很多VBA,又要重來了 就等於是悲劇了,就可能要再一次了 不過學習沒辦法,學習總一定會發生一些 那我大概頂多是盡量讓各位不要有那種,學習上面不斷的會有一些 不要走錯路啦,所以我盡量 告訴你 那 以後就是直接就記得不要選擇4,一定要按4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如果你再把它打開的話 如果你要執行VBA,它一定會跳出安全性警告 有沒有 這個警告裡面喔 如果你要執行它,一定要啟用聚集 如果你選擇停用的話,那你的VBA也無法執行 所以如果你將來寫完東西要給別人用的話,你要告訴他說你要啟用,否則沒辦法執行 那這沒辦法 除非你去更改那個聚集的安全性 預設一定會警告 主要原因是因為以前聚集病毒很氾濫 但現在因為這樣的關係,就幾乎沒有聚集病毒這個東西 所以一定要啟用 啟用之後的話呢,你才能夠去執行 否則如果你把它停用了 那你也無法去執行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一題大概就 大概就先講到這裡了 那所以將來我們會 會有那個 1.Function 2.聚集 3.是VBA 所以會有1,2,3這三個 那VBA又分兩種,一個是按鈕嘛,對不對 一個按鈕 然後一個是 直接就 按鈕 另外一個是 那個Function 所以插入函數裡面 會找到刮鬍自竄 這個 這樣就OK了 所以會三種 那將來 當然 因為你們期末 好像也會被要求 就是要 加一個成果啦 因為現在 最後 至於形式 可能是成果 要不然就是直接考試 以前 我在其他單位是直接考試啦 反正我就是從 這些題目裡面 我們抽體來考 然後要你們做出 三種東西 所以會給你 原始的資料 請你把 123變給我 1就是這個 所以我要看到是這個東西 2是看到這個聚集 而且可以Walk的 然後3的話就是 這個也可以Walk 不過這個是你要自己寫的 所以 那也沒有 不是Open Book的 要自己寫 所以你要把這些東西 變出來給我 然後 對 其實就是這樣 每一題每一題都有這些東西啦 寫來寫去 反正我們這 36小時 這個 不過這個我想 可以再看一下 怎麼去 但主要也不是說為難各位啦 其實主要是做一個驗收 其實你自己學會比較重要啦 因為這東西 技術 會 是帶不走的啦 OK 而且將來我想你們在金融領域 要用到VBA應該是 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 即便你要將來要做一些 Promo 或者是說用一些 轉 或者是怎麼樣 其實也會可能會被要求 你要VBA這個技能 因為之前有蠻多同學 他們好像 也都被要求 會有這個 VBA的技能需求 甚至還有很多啦 可能還會要R 或者是要什麼 Python之類的 或者其他的 相關的 因為你們 Fintech 3.0 所以 一直都會被要求這些項目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 這個題目 大概就到這邊 先做一個 Ending 那下一題的話 152 所以把它存檔 記得喔 存檔的時候 記得就是 要選擇 Fo 然後要 就是 做 那個 純層 那個